新北市从99学年度起首创艺术满城乡 让全市国小四年级师生走入艺术殿堂 欣赏青年学子戏剧演出 迄今已经有38万人参与 为了将剧场教育向上延伸到国中 111年起和文化局合作试办的剧场开箱 并且在今年正式启动 GIG副局长刘明超表示 感谢张荣发基金会移住经费 还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和新北市花雅戏曲艺术教育推广协会 引入京剧剧团资源 让全市国中80级的孩子 可以体验专业的剧场幕前幕后 所以这一次我们期待说 可以再从国中不同阶段别 一起来共同努力来做这一区块 所以在这几年当中 我们新北市政策交易局 也特别成立了艺术美感教育基地 在不同的领域上去推广相关的艺术 所以这次的艺术饗宴艺术开箱活动 我们真的非常希望所有的学生 跟学校能够一起来共同参与 那这次也特别谢谢我们张荣发基金会 这边赞助我们200万 让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有机会 有这样的经费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尤其这次也通过文化局 邀请了非常多的一个艺人团体 一起来共同参与这样活动的演出 这是非常难得难得的一个机会 尤其这些艺术团体像国外剧团 这些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团体 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的整个演出 能够让学生有获得更多更多的一些想法 去年观赏试办场演出的 新泰国中八年级学生林佳怡说 开箱活动让她亲眼感受 黑盒子的剧场空间设计 也了解舞台的各项布局 和每个设备的作用 另一位学生温雅林则表示 活动中体验站在猫道上调灯 感受到一场演出的幕后工作相当不容易 学校特别安排我们到树林文艺中心 然后我们整个我们也体验了一出话剧 叫做打杯啊 它是用话剧的形式 然后让我们了解整个我们的生命 还有一些教育的环保的议题 所以让我们觉得可以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更引起我们的共鸣 然后整个的剧场形态 它也有在话剧之后和我们解说 让我们了解整个剧场的设备 还有整个的形态 它可以让我们连接到 我们在青年级的时候 学过的剧场形态 黑盒子形态 所以我觉得整个是很富含教育意义 然后也很贴合我们的生活 体验到调灯这个活动 那我们是上到两三层楼高的地方 然后通过猫道 然后底下是中空的铁网 然后我们就拿着有点沉重的灯 然后把灯调到舞台上的时候 就是满满的成就感 就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新颖 教育局表示 新北市多年来致力培养孩子的美感素养 办理假日艺术学校 周末艺术秀 艺术满城乡等活动 更引进张荣发基金会 广达文教基金会等资源 办理剧场体验和艺术寻展 未来将持续结合专业团体和资源 扩展学生体验多元艺术的机会 记者肇事院新北采访报道 我记者肇事院新北采访报道